大家好,土工中国,我们天天骂西包子骂中南海,我们听传,我们照耀传摇 其实呢,这都是一些凑热闹的说法,有一句说一句 你要真正读懂中国,你要读懂中国发生的一些社会新闻 你一旦读懂以后,你就进出一身冷汗 今天就看到一消息,说河北这个邯郸,叫匪乡旧店村 近日发生一起极其残忍的恶劣的突破人类的道德底线的一个事情 一群小孩,十三四岁的小孩,初中生,是吧 杀人毁尸,把人都埋了,是吧 说这个三名初中生将受害的王兴的同学 微信上的191块钱,全部转走之后 拿这个铁器啊,拿这个铁锹,将其活活的打死 头部脸部严重碎难,无法辨认后 然后再将其活埋,是吧,不叫活埋,将其掩埋 哎呀,然后事后呢,面对这个询问 否认到底,若无其事,又继续上课 直到这个警方调出惊恐以及转账的记录等证据才认罪 此案件引起全网的愤怒 纷纷要求修改未成年保护法 杀人长命,无关年龄 就是这些个,这些个事,说出来你都不信 你真的不信,是吧 我们都是从小孩长大的 初中生,你就三个人联合起来 你就把这个另外一个小孩 也就为了191块钱 完了以后,你就把人就给打死了 你还把人家埋了 你这个作案的手段的极其残忍 而且极其娴熟 是吧,说这个涉案的三名初中生 长期拔凌王兴同学 3月10号,三个人合伙将王兴同学 骗着蔬菜大棚之后啊 将其微信上的钱全部转走 手机关机,随后三个人分工合作 有人回家拿铁锹 有人控制王同学 有人在大棚的门口 这个望风光望 有预谋,有组织,有系统 有指挥,风功名缺 说下午的5点的时候 三个人用铁锹把这个王同学 就给活活的打死了 是吧,完了以后最后就把他埋了 三个人在警察问情况 都是拒不交代 心理素质极其的稳定 是吧 这个事情现在就在网上都炸锅了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都气疯了 你气有什么用呢 但是这个事的确值得我们去说一些节目啊 首先呢 我们对王兴同学的遭遇 表示极大的同情 所以我看到这些消息 我其实是很难过的 以前我们这个在中国当公知的时候 有一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事情 很多人都死了 然后有人去采访那个中国科学院的 何榨麻,何作修 是不是 说何作修 当时跟江泽民是亲家 然后就何作修 何作修老师就说了一句话 谁让你是中国人呢 然后两手一摊就走了 就丢给记者这么一句话 真的 这句话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谁让你是中国人呢 我现在看这个王兴同学就是 才十多岁 就被他的同班同学就给打死了 真的 我也想说这样的一句话 极其的冷漠 极其残酷的一句话 谁让你是中国人呢 真的 这句话是道尽了无限的悲伤 是吧 和无限的绝望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都是 对那些个养孩子的家长 如果你还待在中国 如果有条件你还不走 我都是抱以极大的鄙视 真的是 我觉得你他妈的是不负责任 你们俩就约了一次炮 把你的孩子生出来 然后就不管他的安全 中国是未成年人待的地方吗 是不是 你看一个最简单的象 你看这几年 各种离奇古怪的事情 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全都发生在哪一群人身上 少年人身上 什么器官一致 什么人失踪 要么就是未成年人 要么就是妇女 要么就是还没有成年的 18岁以下的人 都未成年人 全是这种人 以前我就知道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一个社会 如果你的未成年人得不到保护 你这个国家是比地狱还不如 今天美国也是这样子 是吧 美国就是 哎 有一小孩很年轻 是吧 还未成年 就被另外一个黑人的一个 胖姑娘就给 就给摁在地上打 整个大脑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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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碎裂了啊 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还有这个什么 佐治亚州的也是一个一个少女 也就被一个非法的民 就一枪个就给打死了 这种事情出现以后 就意味着美国现在也变成了一个 一个未成年人 得不到基本保护的一个社会 这是人间最可危的事情 那中国早就是这样 你说是不是 有些人就说 哎呀你看他们是小孩之间的事情呢 跟我们大人没关系啊 是不是 问题是这三个小孩 他哪里来的勇气呢 就敢这么干呢 我们都是从小孩一路过来的 你说你13岁的时候 你敢把另外一个人杀了以后把他埋了吗 还若无其事吗 是不是 不可能 真的 人在年轻的时候 小孩的时候的确有时候脾气上来 来回做事情啊 但是在最后一时刻都是胆 都是胆子很小的 我记得我特别清楚 我有时候跟我们邻居的一个发小 一边大的 打架 我打输了 他比我力气大 把我摁在地上 打了我一拳头 是吧 然后我就心勇不甘 我就回去就拖了一把刀 是吧 从厨房里捏了一把刀 然后对他就狂赶 他看到我拿着一把刀就跑 跑了一会儿 他发现跑也不是办法 不跑了 对吧 然后就硬着我走过去 你还想扛我 你扛一个试试 他真的就对着我走过来呢 然后那一瞬间我害怕了 因为我心里明白 我虽然我是个孩子 我心里明白啊 我这么真的一刀扛过去的话 这人生就完了 我害怕了 这时候他打了我 他比我勇敢 我被他打了 我怂了 这是一个少年人的一个基本的心态 是不是 然后我的父亲就在旁边看着我 就对我大喝一声 是不是 他这一会儿没有帮我去打那个人 而是批评我 说你这个性格从哪来的呀 是不是 你打不应你就继续练功夫呗 下一次打赢他呗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脱刀呢 你知道这叫犯法 你行吗 你们两个人打架 是小孩之间的一个游戏 但是一旦你用刀去砍人 这是犯法 你明白吗 我说我明白 再也不告了 我现在这个事情 那一年大概也就是七 不到十岁吧 我还记得 所以每个人他心里是有一种道德底线的 是有道德底线的 每个人都有 为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的圣经的原理 什么 上帝把每个人的心理身处都安置了一套软件系统 是不是 就是道德准则 每个人都有的 只要你是个人 你心里就有 你知道杀人是肯定是不对的 你知道偷东西肯定是不对的 你知道撒谎肯定是不对的 你知道抢夺别人的财产肯定是不对的 你从小就有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认为我他妈杀人就对 那如果有人认为杀人对 那一定是个革命家 一定是一流氓 一定是一地痞 是吧 而且他也不是说他不对 不是说他不知道 而且他知道以后还要干 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律 不可能不知道 我们三个人联合起来把这个小孩子把他杀了 这个事啥事没有 就过去了 是吧 不可能心里没有道德律 我们就说过无数次康德老师说的 人要敬畏两个东西 一个是头上的星空 一个是心里的道德律 头上的星空管外在 你对一个外在世界你要敬畏 因为人的力量有限嘛是不是 然后你心里有道德律的 每个人都有 我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 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 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安装的一套操作软件 是软件系统不是硬件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胳膊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硬件 还有一套软件系统 这套软件系统就是我们的道德律 每个人都有的 那这个三个小孩他为什么要搞这个事情呢 我跟你说三个原因 第一 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躁动 一种张狂 一种疯癫会影响到这些孩子 也许他的心目中有一个基本的印象 就是我把人杀了也许没事 是吧 因为现在杀人放火的事情 搞爆炸的事情太多了 也没有破案 这是一种社会效应 社会引导效应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姓王的小孩 和他三个小孩相比的话 这三个小孩一定有某种优越感 我果然就查了一下 所以这三个小孩里面有一个小孩 是那个学校的校长的私生子 是他的亲儿子 私生子不是亲儿子 因为他一直在学校里面就趟着走 他觉得自己也比其他人高人一等 其实是一种身份的一种差异 所导致的一种优越感 觉得你他们就是一屌丝 你就是一个屁民 你就是一垃圾 我把你杀了以后 跟没啥人似的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记住这才是真正的核心 整个中国共产党他就是这样子的 中国社会很多人说不要去出国了 不要去日本了 不要去韩国 不要去台湾 不要去美国 为什么呀 因为你去了以后你是二等公民 你到处都是种族歧视 我这么告诉你吧 全世界搞人口歧视 互相歧视来歧视区最严重的就是中国 没有之意 真的是 你在美国你可能的确是一个二等公民 的确有时候遇到种族歧视 但是我告诉你 你如果在中国 你如果家里没有一点关系 没有一点背景 你就是跟我样的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里 在别人眼里 你连人都不是 啊 杀了以后 你脾气都没有 把你埋了以后 我还不承认 我这样该干嘛干嘛 真的是这样子的 在有些官员的眼里 你真的是连人都不是 为什么我那天做了一期节目 又总结一下呢 是不是 你如果家里没有任何关系 你在中国 你就是要么就是一草民 是吧 你是一韭菜 是吧 要么呢 你就是一什么 就是一屁民 你屁都不是 啊 现在又来那一词 要么你是刁民 是不是 你接着你是个刁民 我一想拍死你 拍死你 你还得感谢我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我就这么说一句啊 如果你没有能力 我建议你别生孩子 真的 你生同的孩子干嘛 那是不是 你又保护不了他的安全 如果你有能力 你生的孩子 你不把你的孩子 从中国带出去 那你是自私 你是无耻 你是缺德 你是害人 你知道吗 有一天你的孩子 如果懂事了 他会恨你的 如果他不懂事 那说明他是一纳机 什么啥也不是 你横梳都是你的错 谢谢